1947年7月,肃裕大将指挥解放军五个纵队,包围了盘阙在南麻的国军整编室医师,准备再让敌人感受一下孟良顾战役的恐怖。 但是,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,这场战斗非但没有取得胜利,还蒙受了十分巨大的伤亡,就连被称为济南第一团的英雄部队,在这场战斗中也差点全军覆没。 上将许师有听后怒不可遏,在给肃裕的电话中大喊,要将狐连这只老狐狸碎尸万段。 在这场战斗中,解放军占据绝对优势,为何最后败在了敌人的手下? 接下来,让我们走进济南第一团的战斗视角,去探寻这场战斗背后的秘密。 济南第一团的前身是山东的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第一大队,经过不断的战斗发展之后, 成为了八路军在郊东地区的主力之一,也就是当地百姓所熟知的老十三团。 在解放战争正式打响之后,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华野九重下下的七十三团。 他们在战斗中舍生忘死,在九重参与的战斗中都取得了耀眼的成绩。 很快,他们也成为了部队的第一主力。 在孟良顾战役胜利之后,部队上下群情激愤,都想着再教训教训其他敌人。 两个月之后,机会来了,肃狱大将指挥华野的五个纵队, 对巨守在南麻的整边石一师进行了合围,准备再一次歼灭国军的一部主力。 但是,这支部队也不是一群乌合之众,特别是他们的师长胡连, 也是一个叱咤在战场的老将,拥有十分丰富的战斗经验。 胡连在率领部队占领南麻之后,紧接着就在附近修筑了大量的子母宝, 各个据点也都被隐蔽的战壕相连接,为了防止张灵府的失败再次发生, 这次可以说是做好了完全的准备。 当时的九宗的任务是从西面和北面进攻, 而作为部队主力的73团则接到了最为艰难的任务, 那就是要拿下敌人在西山河高壮的核心据点。 正当战士们士气正盛的时候,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节奏, 为部队和物资的调派造成了很大的麻烦, 但现在时间紧急,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进行调整了, 所以最终在7月17日晚上,五个纵队在素玉的命令下发起了全面进攻, 战斗一开始就十分焦灼,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了多轮冲锋, 但是由于雨时在太大,战士们手中的弹药都被淋湿, 最重要的是那些用来攻坚的炸药包,也被雨水打湿失去了作用。 由于敌人占据了十分有力的地形, 所以战士们每打下一个据点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 73团在战斗中也没占到便宜, 一天的战斗不仅没达到预期效果, 部队的战士还伤亡惨重, 不过之后通过调整战术冲破了敌人的堡垒, 还干掉了一个加强营。 索性还是打破了这一僵局, 但从整体来看,部队现在必须后撤修整, 准备对抗敌人之后的冲锋。 7月21日的时候, 随着敌人援军逐步靠近, 他们直接发起了极其猛烈的反击, 这次的规模已经大大超乎了战士的想象。 在击退敌人13次冲锋之后, 73团终于守不住了, 在此等危险的情况下, 部队中竟然还有一名连长临阵脱逃, 致使阵地又被敌人夺了回去。 时任营部书记的池浩田看到这个情况, 直接就率领战士向敌人发起了冲锋, 两百多名战士一瞬间就倒在了阵地上, 池浩田自己也身负重伤, 不过在战士们英勇的战斗下, 阵地还是被堵了回来。 虽然我军部队打得十分艰难, 但是敌人日子同样也不好过, 在战斗进行到第四天的时候, 在一线顽抗的部队已经基本没有弹药了, 他们只能让后备部队予以支援, 这次国军上下也是空前团结, 就这样湖联的这支部队又坚持了一天。 可能是有了孟良谷战役的前车之舰, 所以这次其他部分的国军支援异常积极, 为了能够及时结束战斗, 其实三团在下午的时候接到了总攻的命令, 但是当时战事伤亡极为惨重, 现在满打满算也只能凑够六个连的人数, 可以说现在部队已经基本失去了战斗能力。 就在部队准备与敌人决议死战的时候, 聂丰志突然打来了一通电话, 在得知了部队的真实情况之后, 他让部队暂时待命, 准备再次对是否攻击进行研究。 如果七十三团真的再次冲向敌人, 那么很有可能真的会全军覆没, 随着时间的流逝, 敌人志愿的三个整编师越来越近, 而南麻周围的阵地又未完全攻破, 肃狱大将在经过谨慎思考之后, 最终还是向部队下令全部撤退。 在战斗结束之后, 并没有参加指挥战斗的许师友, 在得知七十三团的损失之后十分心痛, 他在给肃狱电话中情绪激动, 大喊着下次一定让胡连碎尸万段。 七十三团的战士们也总结了此次战斗的失利, 并且还着重研究了怎么干掉子母宝。 在一番讨论之后, 战士们发现, 如果在正面吸引敌人火力, 爆破手从侧面迂回爆破, 这样的话还是很有把握拿下的, 只可惜在战斗中未能实施。 而极端恶劣的天气也给胡连打开了生门, 巨叶战役和阳山级战役都是血淋淋的例子。 而华野在孟良故一战中运气不错, 等到打完了, 天上才下起大雨, 可是等到南麻战役开始的时候, 运气好像就跑到胡连脑袋上去了。 如果您喜欢, 请点赞关注。 如果有不同的见解,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。 这里是史料笔记, 每天会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